好,大家好,咱们这一刻咱们来讲解一下那个Permissor的数据以及安全模型 这里面我们来稍微说一下 然后的话,第一个就是一个metrics的一个名称 metrics是我们度量的名称 度量名称的话呢,是一个时间序列 时间序列的名称通常是描述收集时间序列的数据的一般性质 例如一个webbsite,然后后面是一个访问的一个总数 大家可以从这一个简单的一个名称 可以判断出来我们这一条 然后时间序列是描述的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它名称可以是一个asics,然后字母,或者一个硕字,下滑线和冒号组成 我们问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字母加下滑线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我们这些metrics值,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个,前面是一个,前面可以描述的是一个容器 一个CPU,一个用户,描述,总数 这个容器的一个用户,总使用的一个描述的CPU 大家可以看到,然后从这里信息里面,然后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每一个metrics的值,然后是怎样构成的 大家去定义的时候呢,那个也可以去按照这一种规律 这样的话可以让人的那个明显的一眼都能看出 我们这个metrics的值,它都一些都哪些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些信息 这个里面这些都哪些信息 然后那个另外的一些,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metrics的名字的一个定义 那一般情况下要跟那个模仿的别人,然后这一种方式去填写 还有一个标签,标签的话呢,我们定义标签的时候 标签在我们这个promises,然后也是同样比较重要的 和我们那个kibonets的集群是类似的 有很多那个实例的一个选取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分组,全部都是依靠我们那个label标签来实现的 我们的label标签的话呢,依那个两个横杠开头的 两个下滑线横杠开头的,然后前队呢是一个保留名称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不要去使用两个下滑线开头的一些标签 这是给那个promises,然后内部使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标签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些标签 大家可以看到,你看那个上面这么多两个横线的 全部都是一些他们的一个kibonets的内部的一个名称 然后的话我们这里面显示的这些呢,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最上面 然后都是一个before,然后那个label 也就是说它之前的一些名称,那个是什么 然后那个下面这些名称呢,是我们那个 把这个标签,然后重新打标,那个标签的话重新定义 然后进行改写之后的一些标签,标签名称 这个前面一些名称,然后后面是一些,我们的一些值 在这里是一个标签的一个介绍,然后在后面的话呢 就是一个我们时间序列的一个元素组成 现在那个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一个描述在我们一个服务的一个名称 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标签 标签后面是一些值,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是一些那个,那个去描述我们的一个服务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一个它的一些标签 它打的一些标签,那个站点是什么,那个在哪里 还有它的一个实例名称,然后它一个,这个 Jobboard,然后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打的一个时间序列一个元素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啊 时间序列的话,我们前面应该那个都简单去介绍我 然后像那种时间序列,然后的话这边是时间 然后那个,它那个组成的一个元素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那个组成的一个元素 在这些名称,我们这边的话呢 它的标签是这里面没有进行显示 这是显示的一个服务名称 大家知道一个这个时间序列是由 这两部分组成的就可以了 一个标签,然后还有一个服务的名称 然后进行组成的 大家看,可能从这边看的话比较 好一点 然后的话大家看一下 这边啊 这里我们去查询一个 大家看到,这里 刚刚的话前面是不是 这里,一直到 看到在这个call之前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服务的一个名称 一个那个Adder 像我们的一个metric的名称 然后那个后面的是我们的一个标签 标签里面的 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 你看在Job,然后这些名称 它的一个那个存在的集群的名称 也之类的 大家可以看到 也可以一部图形展示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也可以那个去展示我们的一个时间序列 好,那个 关于我们的时间序列的话 我们就说到这里 然后的话,我们再一个来说一下 那个metric的保留市场 然后Promic修设的话 是由于短期监视和警报需求设计的 无论情况下呢 它在本地设计库里面是保存了一个15天的一个时间序列 嗯,如果你希望保留更长时间的话呢 我们都希望把所需的一些设计呢 八方的第三方平台 然后需要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设计库平台 然后去保存我们的一些设计 嗯,Promic修设呢 然后它是具有 像外部设计存储写入的能力 所以我们只要在那个 嗯,嗯,嗯,Promic修设里面去能配置 然后写到外部设计库里面就可以 它默认是支持的 嗯,但是呢 它默认是没有配置 嗯,就像外部写的 然后呢 你可能要去配置一下 它就是有那个能力 嗯,就是 但是没有做配置 然后的话 还有一个,嗯,安全模型 这个就是说呢 它这个信任做了两个区块的一个假设 比如说,就有那个,嗯,Promic修设 然后它在里面设计的模式都认为 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嗯,不受信任的用户 将,嗯,那个,嗯,直接访问 然后Promic修设服务器的,嗯,那个API 然后呢 这个,从而呢 访问收集库中的所有的数据 嗯,或者是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说,嗯,只有信任的用户 咱能访问,Promic修设服务器的主件 及名领行配置文件 规则文件及运营配置 嗯,而这两种方式的话呢 嗯,那个Promic修设服务器的2.0呢 它是那个,嗯,使用的是第一种 比如说,Promic修设服务器的主件 不提供任何服务端的身份证 授权和加密 比如说那个,我们去,嗯,访问 某人去访问我们那个Promic修设服务器的时候 或者去它的一些各个组件 它们之间是没有做任何认证 然后或者是那个授权之类的 任何人,然后不需要入红密码都可以去登录到 然后我们那个,嗯,那个Promic修设服务器里面 嗯,那个,嗯,还有其他一些主件里面 可以进行操作 所以说,你要想实现一个额外的控制的话呢 你需要接受一些其他工具 或者是使用反向代理 或者是提前终止 不等它到达Promic修设服务器 都给它终止掉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这套课程的话呢 我们肯定里面也是使用它原生的Promic修设 然后呢,那个它里面也是没做 然后各个组件之间的项目访问 嗯,那个是没有通过,然后任何的加密方式的 因为这个,这也是它的一个默认方式 你要通过其他加密方式的话呢 你可能要去做一些那个另外的一些 那个使用另外的一些工具 进行加强它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呢,我们一个Promic修设服务器的这个监控呢 你尽量的要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 嗯,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放在我们的一个 嗯,那个Kibonize集群里面 Kibonize集群里面呢 我们默认对外提供的一些服务 它是那个,对外提供的一个端孔 那个只有一个,我们的一个监控页面 或者是,如果这个监控页面的话 那个我们那个,来进行做验证 然后其他的一些端孔 像Promic修设,还有它一个警报系统啊 然后我们都做了一些限制 比如说只能那个Kibonize的那个 呃,内部系统可以那个进行访问 它是不地外开放的 所以说在这里那个,所以说那个 这个相对来说又,呃,比较安全一点 嗯,再一个的话,我们Kibonize的那个 呃,不是,呃,我们的Promic修设的 然后它一个监控的,它一般情况下 它只是去,呃,去读取数据 它不会,那个对我们整个业务系统 然后那个去进行修改的 嗯,那个,所以说那个可能那个 它这里面呢,呃,也有可能是它的Promic修设 然后这个系统,是一个新生的系统 它一些,呃,这些那个认证功能 还需要进行完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嗯,我们目前来说是 它是,呃,没有做任何,呃,各组件 之间那个,是没有做任何进行 那个,验证授权,加密的 嗯,那个,呃,Promic修设,它的一个 生贴系统的话呢,主要是包含在,这个,这几个 然后的话就是,也就是说它自己 它本身的一个服务器系统,然后的话 还有一个,嗯,Alert Manager 这是专门做一个警报管理器的,它们之间都是 相互独立的,可以,可以相互独立的 你可以把它安装到一块,也可以,呃,分开 然后它是,都是相互独立的一个组件 嗯,还有一个是,嗯,ActPorter ActPorter的话都是,呃,专门问来,然后 收集数据的,把收集数据之后 然后它就开放一个端孔,然后,供 然后,呃,Promic修,然后去,呃,去 那个,去拉取数据,嗯,还有一个 那,Again,Again的话呢,呃,它有那个 像我们有各个语言的,像那个 勾语言,然后Java语言,还有一个,呃,PGP之类的,呃,都有的 然后呢,各种语言,然后,呃,它给 提供一个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呢,也那个 和我们那个,呃,ActPorter,然后 人类似,它也去那个,是去,可以去抓取,呃, 那个,各个,呃,各个 搜集信息,各个搜集指标,嗯, 但是那个,呃,可能是稍微有一点 区别是什么呢,我们那个,呃,可能就是会造成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 它会去读取数据,读取数据之后, 它会把这些数据进行,呃,那个,发放到,呃, 嗯,Promic修,比如说,我们的Promic修 可以,那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呃, 呃,被动接收的一个服务器,它不光 那个,可以去那个拉取数据,它同样呢, 也可以去那个,呃,作为一个网关, 然后让那个客户端去发分 发分信息给它,它进行那个 接收,但是我们更多的 可能就是使用的是拉取数据,而不是 呃,作为一个网关,被动接收,呃, 这是一个,呃,Promic修,然后,呃, 呃,一个生态系统的介绍, 我们就介绍,介绍到这里,呃, 呃,关于那个,我们一个监控的一个 基础的知识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呃, 呃,假设那个想更了解,那个深入的了解去,呃,监控一些知识呢, 呃,你可以去从网上那个搜一下, 是那个搜一下的一些,呃, 收集一下它的一些系统资料,可以去了解一下, 但是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呃, 关注于一些那个实战和实践, 呃,我们那个,呃,好, 我们关于那个,在这里,关于那个Promic修的介绍呢, 呃,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